哇,那个人唱歌好好听啊,我好希望像他唱的一样啊 想唱的好,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练习 没有办法一口气吃个胖子 没有办法完全的成长的那么速度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开始了 网上这里找一个视频,那里找一个视频 然后收藏起来 觉得啊,这可能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就不做 因为我们的歌曲都是从很多很多的一个音组成起来的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唱好一个音 也就是所谓的单音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唱好这一个音呢 怎么唱歌,怎么唱好歌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大家多关注,评论,准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个人IG 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唱歌 Hello,大家好,我是Jenny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唱好一个音 也就是所谓的单音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我好想变成某某某啊 我好喜欢某某某的声音啊 我如果哪一天能唱得跟他一样就好了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先唱好一个音 因为我们的歌曲都是从很多很多的一个音组成起来的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唱好这一个音呢 之后怎么唱歌,怎么唱好歌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再来回头看一下大部分人唱歌碰到的三种大问题 第一种 高音的时候就不是很保险 觉得自己声音可能是会很炸 然后有的时候会自己憋得慌 让听众也憋得慌 那第二种呢 如果你也听说 会不会想起我 有点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转假音 但是其实就是虚掉了 一下子被抽掉了 一下子飞走了的感觉 就是控制不太好 那第三种呢 就是前两种加在一起 如果你也听说 会不会想 一会儿石 一会儿炸 一会儿又虚掉的时候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效果 所以最后一种呢 我们就俗称破音了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规避和完美的避免掉我们这三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正确的发声 那在正确的发声之前呢 我们要学会先发好这一个音 我们先找到一个音 随便哪个音都可以 正确的一个音的前提 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用我们的气息 第一我们要用非常通畅的气息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喉头 整个喉咙要非常非常的放松 我们唱歌的时候的气息通畅 我之前有和大家说过就是像叹气的感觉一样 我们唱歌的过程就是我们吐气的过程 而且叹气是我们整个身体最放松的吐气的过程 所以大家找一下叹气的感觉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那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喉咙完全放松的感觉 我们大家可以代入一下自己早上刚起床的感觉 我们感觉发不出声是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睡了一觉 我们的喉咙还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 所以声音发不出来 然后我们的声带是完全放松的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那两个感觉 一个是叹气的感觉 一个是刚起床的感觉 把它夹在一起 就是我们正确发音的两个前提 然后记得这个感觉 我们来发我们的唇音也可以 发我们的哼鸣也可以 哼鸣如果一开始找不到这个位置的感觉 我们先从唇音开始 好然后找到哼鸣 大家会听到一个纵向的声音 一个横向的声音 纵向的声音那个点 就像我之前说的 其实就是一点点的金属声的感觉 那横向呢 横向的声音就是支撑你这个声音质感的一个厚度的 所以大家在正确发这个音的时候 一定会感受到纵向和横向都是很饱满 是有被支撑到的 有点像蚊子的声音 好像打自己一下 记住这一个音的感觉 我们把它变成五个音 到了中音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可能到第四第五个音的时候 上不上去了 就会变成 就猴头又开始紧了 因为一到高音的地方 我们身体自己就害怕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唱不上去的嘛 那到这里怎么办呢 我们找到那个卡的点放慢 然后慢慢的多加一点气息 把它滑过去 或者说用气息把它推过去 然后慢慢的加速这个过程 五个音完了之后 我们变成我们的八个音 看我们已经从第一个音变成五个音 现在要变成八个音了 那大家可能到这里的时候 更加更加卡点更多 还是一样 我们一个音怎么唱 就怎么唱五个音 五个音怎么唱 就怎么唱八个音 找到你卡的地方 就像把东西抛过去一样的感觉 抛过去 用气息顶着它抛过去 然后再把它加速 让所有的音感觉唱的时候 都是在唱一个音 之前我一直强调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音准 或者音高 或者我们后面咬字的关系 来变我们任何发声的方式 发声方式都是一样的 就像在唱一个音一样 完全不变的 所以我们的音间慢慢的磨 慢慢的磨 就把自己那个卡的地方 或者上不去的地方 或者自己不由自主的 猴头要上去的那个地方 把它磨掉 慢慢的所有的音都会通唱起来 那这个五个音和八个音的练习之后 我会单独出一个陪练视频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 然后练完这些陪练视频 练完这些音接了之后 我们要代入歌词 一样的用我们的哼鸣来代入 在我们容易卡的地方 一定会过去的 慢慢的用气息把它推推推推上去 滑过去就好了 然后最后代入我们的歌词 会不会想过我 大家在代入歌词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正常说话 千万不要不由自主的 猴头紧了就开始不自然的说话 想正常的说话 我们是想 有没有想过我 会变成想过我 因为你的下巴想用力了 因为你想用你的下巴 把自己的声音唱上去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用下巴唱的话 如果很紧的话会唱成 有没有想过我 会完全唱不上去 一定要放松 正常说话 怎么说怎么唱 有没有想过我 这样上去就对了 一定要记得 唱一首歌就像在唱 一个音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的 不要因为它音高了 或者咬字 去阻碍你自己的唱歌 去把你的发声变得不一样了 不管你唱什么 发声是永远一样的 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很多时候你可能唱错的时候 或者发声方式用错的时候 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 一定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手机录一下就可以 当你反过来听的时候 就可以把很多明显的问题 听出来了 一定要多练 多磨 所有的音都是 一个音都能唱好的 那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多多转发 留言点赞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请一定要速速关注我 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 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给我留言 也可以发在我的email里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的instagram 欢迎大家在那里和我聊天 那我们下期见啦 谢谢大家